三星堆遗址是距今3000多年前古属文明的重要见证 自2019年陆续新发现6个祭祀坑后 三星堆的考古和探查一直在持续进行 据悉 此前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又发现了高等级建筑基址 灰坑 灰钩 石器生产加工相关堆积等各类遗迹400多处 出土淘气 玉气 石器等4000多件 经判断 此处被古属鲜明的玉石器作坊引发广泛关注 三星堆遗址的玉石器作坊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比较最新的发现 是位于整个三星堆城址的北部月亮湾这个地点 在这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发掘了1300平方米的面积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多组的大型建筑基址 还发现了与生产石器相关的重要遗存 整个这些发现串联起来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展现了整个玉石器从原料到成品生产加工的各个环节 所以我们就判断这个地方应该是存在一个三星堆遗址的玉石器作坊 我们采集了碳14样本 碳14测年的数据 有一部分结果已经出来了 整体来说这些作坊相关的遗存它的年代 应该是可以卡定在商代中期前后 比祭祀坑的埋藏年代是要早的 表明这个地点也就是在三星堆文化时期被长期的使用 许丹阳介绍 针对新发现的遗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故宫博物院开展现场发掘 与北京大学 四川大学 山东大学等高校 共同进行出土样本和器物的多学科研究 在现阶段的发掘过程中 主要以揭露 寻找和确认整个遗址的布局和范围为主 我们只是把主要遗存找到了 还没有对他们本体没有进行一个全面的发掘 这些我们发现的预食料和生产过程中的东西 我们目前采取的也是回填性保护的一个措施 也没有完全的都把它给它清理提取出来 后续吧 我们可能会在这里也像祭祀区那样 原始建设一个考古大棚 未来可能兼具展示和发掘的功能 此外呢 我们还在进行比如植物考古 环境微地貌这些研究 以及出土时期的岩性和它的矿量来源的检测等 在整个我们三星期的发掘过程中 相当于是延续了在祭祀坑发掘的工作理念 多学科的融合 多单位的参与 整个的这样一个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 同时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理念都在一直贯彻 实际上 这只是三星堆移植发掘 课题预设 保护同步 多学科融合 多团队合作工作理念应用的一个缩影 据悉 截至今年7月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三星堆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 北京科技大学等16家文保科研机构合作 完成了4000余建出土于三星堆3号至8号祭祀坑的 编号文物的清理保护 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主任王冲看来 文物的修复保护并不止局限于拼碎片 更重要的是通过协同手段去共同探索 还原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 实际上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个文物的修复的工作 实际上和它考古是一个完美相结合的 就考古是在发掘这个阶段 它后期还有那个考古整理 那么文物出来以后的话 实际上这个就交给我们 交给我们的话 我们实际上和它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发现更多的历史信息 用了什么材料 怎么样去加工的 包括它在埋藏的时候 它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埋藏的时候它用了什么 所有的这些工作的话 实际上就是还原当时的这个历史信息 这个是我们不管是做考古 或者是我们做文物保护来讲 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东西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联合中国45家科研单位 共同进行三星对遗址祭祀区域考古勘探工作 与多学科打破壁垒联合公关 开展环境考古 物料溯源等20多个方向的研究 多功能考古仓 考古集成平台 以及前制到发掘现场的实验室 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 阮红林看来 贯彻三星堆考古发掘的工作理念 不仅解决了此前悬而未决的部分谜题 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 一次有益的尝试和进步 因为在1980年发掘一号坑二号坑之后呢 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比如说两个坑的年代关系 再就是这坑里边出土青铜器 原料产地 铸造工艺 象牙的来源 诸如此类 这些问题呢 都没有得到解答 所以 2019年到2020年陆续发现六座坑之后 就相当于 老祖先又给我们 给了一次机会 让我们再来解决之前没有解决的问题 所以除了我们正常的考古发掘 以及全流程的文物保护之外呢 科技考古也就是多学科融合 肯定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祭祀区考古发掘之后 国内已经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种 针对重要的大型的遗迹和发掘对象 开展现场的保护体系和科技考古工作的工作方式 应该说它是通过我们的新的工作理念 新的技术手段 这个设备很系统的呈现了 新时代我们中国考古学的一些做法和理念